中国南篮即将迎来八强赛的对决,对他们来说,这场对决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,拿下印度尼西亚,问题不大。 不过,南篮也要把英勾返船,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中,南篮都取得了胜利,不过,两场比赛他们都赢得不轻松,面对菲律宾南篮,中国南篮直到最后时刻才拿下了对手,最终,南篮只赢两分。 跟哈萨克斯坦的比赛,南篮也是在第三节台来开分差,被对手惊出了一身冷汗,从小组赛的比赛来看,中国南篮的问题还是很多,外线三分应重率不高,后场球员大多数三分都不准,内线遇到败归麻烦,核心球员丁燕宇航西商仍没有痊愈。 不过,南篮在拿到了小组第一之后,八强分组占据了有力的位置,接下来,南篮将迎来东道主印度尼西亚,这场对决,南篮完全就是大打小,从亚运会官网提供的两队出场名单来看,中国南篮的身高占据绝对优势,印度尼西亚全队上下没有一个人身高超过两米,身高最高的一个人达到一米九十六, 要知道,中国南篮两大内线周期和王哲林身高都超过了两米十,可以想象,到时两人在印度尼西亚的篮下会是怎样一种存在,但是,里南也要提防东岛组组场上,从小组赛的比赛来看,印度尼西亚确实获得了裁判的偏袒,否则他们是很难打进八强的。 到时,中国南篮真有可能面临五打八的情况,这一点他们需要做好准备。